現在認真一點來做 那麼你現在做了這個 3DSS雖然是雲端的 但是它並不會自動幫你存檔 你看一下我們右上角這裡 我問一下 我們現場最年輕的幾歲 你幾歲 你幾歲 14 14 請問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 存檔 存檔 對對對 那這個圖示 這個圖示 是叫做什麼 這個圖的那個 內容物是叫做什麼 這是叫磁碟片 還是叫記憶卡 你有看過磁碟片嗎 你有 有摸過 那你算 比較有經驗的跟我們同一代 我跟他說現在小朋友看什麼叫記憶卡 哈哈哈哈 跟磁碟片單同一個年代 哈哈哈哈 就是3DSH呢 它並沒有在雲端自動賣存 而是你要自己按一下這個 它才會存 就是說你按一下這個才會存 那今天如果你不想存 你就按旁邊這個 看不像不像太開心檔案 對不對 你就按一下 它就會出現我們剛剛那六個選項 不是六個選項 應該說會跳這一個 因為它現在已經出現在這邊 有沒有 就是 你按那個 資料夾那個 你如果剛剛那個 我們玩的不要存 對不對 你就按那個 有沒有開個新的 對不對 這樣就好了 欸 有沒有回到我們剛剛前面六個 所以我們剛剛第一個玩的就是最基本的 那我們還是先從第一個玩 好不好 還是先從第一個 你再選一個 立方體 對吧 按下OK 那這次我們要玩認真一點的 玩認真一點的 那你剛剛想看看 雖然這樣敲敲敲很有趣啊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你又不是藝術家對不對 我還要怎麼樣敲出我要的 這樣是不是就心裡就有刮愛了 敲 敲這個好嗎 所以說來我們看一下工具 來點開 我們剛剛用的這些破壞啦 建設工具 但是在下面 你應該知道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 叫做投影機 有沒有看到 下面有一個投影機 投影機你就知道 你放什麼就投什麼 所以 投什麼之後我們打 就會打什麼 這樣有了解齁 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你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你有三個面都可以放 對不對 事實上 我們地方裡是六個面 所以呢 你打到這邊這樣打過去 這裡是正面的 這裡會變反面 也就是說它透過去了解嗎 你們看過那個蝙蝠俠嗎 蝙蝠俠要出任務的時候會投影 跟那個意思一樣 就是它把那個影像就投過去 你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圖片 但是這邊也要注意一下 文字只能輸入英文 等一下我告訴各位中文該怎麼處理 反正有變通的方法 它可以是圖片 也可以是文字 所以你就看看 如果你要打文字 我就點一下 有沒有在這邊就可以輸入文字了 你就可以選 你要哪一種 當然我比較建議各位 如果你真正要3D列印出來的話 其實還是要比較粗一點點 太細 你剛剛看那個 我們小朋友 那個太細 你的那個效果會比較差一點 好 就要看清醒 好 你選稍微粗一點的 它上面這邊也有粗體跟斜體 有沒有 粗體跟斜體 你右手邊都可以看到 就是你做出來的樣子 如果沒有問題你就按下OK 這樣是一面了 一邊了 好 我就按OK囉 你來看一下 有沒有投影出來 這一面有沒有是背面 顛倒的 你有沒有發現嗎 自顛倒的 你翻過來 你看 翻過來 有沒有正面在這裡 對齁 好 那現在這個好了 你看一下 左上角 有沒有發現投影機 有幾個基本工具 是不是在這裡 那你要調整這個投影出來的 我們主要會用這四個工具 也就是說我現在預設投影 你一定放在正中間 對吧 所以 你 如果萬一覺得它的位置 不滿意 你就用這個移動工具 移動一下 你要旋轉一下 當然也可以 這個就是近色 第三個 近色 第四個 縮棒 這樣有清楚了 所以你可以先調整 比如說我先用這個移動工具 移動工具 滑過來 有沒有發現它會亮起來 有沒有注意到 我滑鼠滑過來 它有沒有稍微亮一下 滑過來亮一下 這表示你就是進到那個圖片 就文字的位置了 我就拖曳一下 有沒有上去了 這樣就上來了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要打兩排字 三排字嘛 對不對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旋轉沒問題 應該就不用講太多 哇 旋轉 然後再移動一下 好 我再縮棒一下 有沒有縮棒 拖曳 縮棒 你這邊做 後面也會跟著做 你了解 後面也跟著做 沒有人規定說兩面都要打 我就是我先挑這一面來打而已 先挑這一面來打 好這樣OK了嗎 如果你都決定好了 我們就進入到後面這裡 後面這一個 這個 有沒有一個枣子的 最後面這個 這個枣子這邊 你把它按一下 你把它按一下之後呢 它有一個選項 就在右手邊 有沒有黃黃的這個 來我問一下 各位印章你應該都有用過 有沒有印章有分陽科跟陰科 來 我們現在呢 黃色就是我們要挖掉的 就是它現在突出來這個是黃色對不對 就是我們要挖掉的 所以你覺得 它這個 會變陽科還是陰科 各位知道陽科跟陰科差哪裡嗎 陽科就是突出來了嘛 字突出來了 陰科是凹下去的 我們大部分都是用陰科比較多 因為凹下去然後那個什麼 就是墨是在沒有刻字的地方嗎 是嗎 還是在有刻字的地方 其實都有啦 陽科陰科都有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 你就是分清楚 黃色就是挖掉的 所以玉色是陰科 凹下去的 你看我按它 按這個按鈕按一下 這樣變陽科 有沒有留著 把外面挖掉是不是剩下灰色的 這樣了解了 所以如果我要陰科 就把字挖下去 你看我現在這樣選好了 你不要客氣啊 敲下去啊 如果你這樣還不能敲出這個字來的 請跟我講我馬上退貨了 各位 請問 你怎麼敲會敲錯嗎 你有沒有發現 我這樣 沒有看到嗎 這樣 有沒有敲下去了 這樣 有沒有不小心一定會敲出哈囉來 會敲出你好的 你跟我講一下 這很難 有沒有 有沒有 對不對 那你敲下去 敲的深度 跟你的這個 敲的大小有關係 因為我現在用8mm 所以它就是一個立方體敲下去 你知道我們等一下 地上玻璃會很多嗎 因為這個聲音是玻璃破掉的聲音 不好意思 我怎麼做多雷 你看 但你這個聲音很多喔 呵呵呵呵 這樣會不會敲了 所以你用圖形 行不行 當然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那你做好了 請你按這個叉叉 有沒有發現 它有沒有還是印在裡面 所以其實啦 如果你真的不印出來 因為我們3D表現 目前來講 還是以單色為主 我這邊有幾個是印雙色的 但是那個變成你要手工要換線 比較麻煩 但是 你如果說你只是展示用的 其實你也可以像這樣 就把顏色留在裡面 你了解我意思 就是說我今天不是要印出來啊 我只要展示說 這個怎麼樣 顏色 反正你有顏色 印出來也是沒有顏色 也是一樣的 就是看你的線材是什麼顏色而已 但在電腦上 我們是可以有顏色的 這樣OK 好 那這個你會了 圖形你會了 就文字你會了 那圖片怎麼辦 就自己去找一個 你這麼不勇敢 來找一個來看一下 比如說你看我到Google 進入Google 進入Google 加圖片 假設你要找這個幸運草 好 你就找找看 你想要哪一種草 當然 如果說你要找比較乾淨的 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你可以加上這個關鍵字 來你看一下 幸運草 這樣是不是有實體的照片也會出來 你可以加一個PNG 因為PNG是我們現在網頁上標準的圖片格式 點證圖 但是PNG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可以帶什麼 透明度 它可以帶不透明到完全透明有256種 所以這個是現在網頁上很重要的影像合適 你要做合成幹嘛的 共同合適就是它 所以你看我只是加了這個關鍵字 你有沒有覺得幸運草好像變比較乾淨一點 有沒有感覺 比較沒有剛剛那個全部的自由差 你可以用這樣查一下 找看看 看你要哪一顆 假設你要這一顆 還是要這一顆 就把它點下去 那另外呢 這樣子找好了 對不對 你就可以把它儲存下來 還是你要這一顆 你就按右鍵 把它定存圖檔 好 把它儲存下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到那裡面來用 比如說我在這邊 好 把它儲存起來 這叫幸運草 好 OK 存下來了 那我現在就回到了3D Slash 所以 一樣進到投影機 對不對 跟剛剛一樣 那 你如果左手邊這個文字 你已經用完了 其實你也不一定要留著 你也可以把它刪掉 它只是單純就是那個而已 就是你們把它刪掉也可以 刪掉也可以 那我投到另外一面好了 投到這一面來 好 點下去 然後它就問你 你們家的圖片在哪裡 那我個人是比較偷懶的那一種 因為我剛剛下載的 我有沒有放在下面 有沒有 我用Clone的話 是會放在瀏覽器下面 你們那邊沒看到 就是在最下面 所以我通常都偷懶 就按著往上丟就好 這樣丟上來 拉上來 有沒有它就開始上傳了 它就說上傳中請等一下 有沒有上去了 所以你的圖檔就可以丟上去 當然如果你不要 你就點一下自己選 這樣是最標準的 但是我是比較偷懶的 所以我確定好了 我就按一下 OK 請問這裡有沒有 形狀進來了 好 那你就在下面的OK 再按一下 你看喔 有沒有投影出來 是不是投影出來了 那你應該知道怎麼做 準備 榔頭 沒有 大小位置 敲 這是我敲 陽科的 好不好 讓它凸出來 我們剛剛是敲陰科 凹下去 你可以讓它凸出來 那 這裡呢 我就 這個 所以 你敲裡面 沒有用 我是不是敲到旁邊 有沒有 我怎麼敲 是不是敲這裡 敲 不要客氣啦 槍法 再怎麼爛 必中 呵呵呵 如果你敲不出幸運槽的 請跟我換一下 呵呵 但是要留意一下喔 如果你相同地方敲第二次 會再凹下去喔 呵呵呵 呵呵 比如說我這裡剛剛沒有 沒有注意到再敲一次 它還是會被敲掉喔 呵呵 所以 你自己要看一下 沒關係你可以隨時還原啦 有沒有 因為我剛剛多敲一個 所以你不要 你一定要 看清楚喔 雖然說 眼睛可以把你丟槍 但是 呵呵呵 同一個地方 不要重複敲 除非你有需要那樣子 呵呵呵 除非你有需要 所以 這樣這樣 當然 這個大小 你可以從左邊再挑 也就是說 因為有些小的 比較細的 我覺得說 不需要敲那麼深 沒有人規定 你要平整嘛 你那些意思 喔 這個凹凹凸凸的 也有那個層次感啦 也有層次感啦 所以我在這邊 如果我這幾個 我想要小一點的 好 是的 我就來這邊 喔 這裡敲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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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這邊敲 敲 敲 我這邊這樣敲出來的 就是沒有那麼高 這裡敲下去 這樣有沒有比較明顯 對不對 好 就是有高有低也可以喔 銀生你覺得我裡面有無力的關係 哈哈哈哈 我是沒有用護手的關係 沒有沒有 哈哈 我們只是 在玩遊戲而已 哈哈 所以你知道怎麼 讓它出起來 怎麼凹下去了 所以今天 我們只要負責破壞 我相信你會很有成就感 很有療癒感 然後留一個東西也可以放東西 哈哈哈哈 留個放在這裡 也可以 好 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 好不好 先試一下